各位大家好,大家好,区議員提示不休 研究土豆登陀四十年 今年臨時發表兩批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 之前收到公開定義的花生爐西純 正是化身土豆的混亂中呼喊的花生爐西純 可以按讚使用 未提出的過面的過路 而且可以有效來控制的立法層的精大 相當給予開發行為六年作為報件十篇的陳列 土豆有個情緒是定性格 各地各地大學、正好地有科技館、一四人都研究土豆 時間等待四十年 結果當時發行化身土豆的混亂中的百里路程 更有新闻化身各各種的家族新婚 花生素一號了 今年有個連結合表兩批的土豆重要研究性格 其中研究花生西純類可以控制立法層的精大規制 竟肯定在國際期肯定頭在各界的中心 花生素西純我如果要解釋的這個 最重要就是我們很確定它是具有植物 這個荷爾蒙的調節功能 所以它可以彌補我們近日從更年期近日老年的時候 的這個荷爾蒙的分泌 分泌的這個高高低低的時候做適當的調整 因為我們老年的過程裡頭 荷爾蒙是一定會慢慢的加降 只是我們不希望產生高高低低的現象 正好從花生蘆西純它可以做 這個荷爾蒙頻緩下降的功能 這是我們在那麼長久以來能夠做的一個連結 目前我們一路走來 確實都有這個產學合作計畫 有一些產品開發 但我們在現在的話 我們也是很積極的 跟有興趣的這些廠商 來做相關產品的這個開發 特別支持這一次 發表會的各位台下校長林漢堅強調 副議員真校長 退治不休的精神 讓人相當敬佩 他到接研究頭到四十多年 對著頭到科學和生業貢獻增大 今日接著的研究成果 在都在國際各地困難 當時也來登陷各地大學屬性 在新衛醫療保健的研究 活力量對著未來各地大學 成立一行醫 是相當重要的創立 最近新聞 中廷孫王小三 剛才與其彩虹報道 2022夏至藝術節 串聯四線式共同策劃 以音樂遊記為核心 規劃八大主題 總共六十場高品質演出 最精彩的開幕 就在嘉義市文化廣場 管樂與人文的融合 是社區表演藝術團隊的典範 創造出嘉義市管樂城市 人文之度的光榮前景 透過音樂勾勒俯成 數百年的人文風景 傳遞台南土地的芬芳與感動 傳統、創新、多元的演出風格 運用不同的打擊樂器 呈現雲鱗人、藝術與創意的大結合 樂團加上熱鬧的非洲鼓與舞蹈 貼近台灣的演出方式 展現嘉義縣西班子 對創作一貫的執著與熱愛 2022夏至藝術節 音樂遊記 我們不見不散